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来发展的目标跟路径 也就是说决定了中国未来将以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突出强调的也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来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的道路 因为我们从回顾人类现代化历史 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西方这么二百多年的现代化发展方式 它更多是采取一种串联式的方式 它是从工业化到城镇化 到农业现代化到信息化 这么个是按照顺序这么发展过来的 我们应该是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 更多要采取一种并联式的方式 就是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这么几个我们是起头并进的 中国是现代化我认为它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体现了过情特色 我们有14亿人 东南西北中发展都不平衡 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而又不平衡的大国 实现现代化 它的推进方式 它的推进特点 它要走的路径都应该有所不同 所以这就是一定要从过情出发 第二它是要体现一种制度特色 我们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共同富裕是它的本质要求 而且在共同富裕过程中间 不仅要以物质富裕 而且要精神富有 第三个它要体现文化特色 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 比如有天人和一思想 它讲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讲一个人与诚信 而人与诚信实际上讲的就是和睦和气 合作共赢 所以我们中国式现代化 它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 要和谐共生 而且我们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